看到了这马总统的差距已经被拉近了 现在蔡英文的气势越来越强 就在拼选战的关键时刻 马总统的行政团队却是频频出包 教育部禁止失声恋 不准六岁以下的儿童补习都引发民怨 另外又看到了经费不足 说要取消弱势儿童鲜奶的补助 接连的又遭到了在野党还有舆情的炮轰 重伤选情 因此政策大转弯 而现在就传出行政院长吴敦毅非常的愤怒 气炸了 要求各部会在政策出门之前 先到行政院谈一谈再说 一下车就往洗手间跑 不过却跑错地方 走了三趟才到目的地 吴敦毅心事重重 原来这一周拼选战 前线打仗后院却放火 一度传出要取消弱势儿童鲜奶补助 吴敦毅赶紧出手 政策急转弯 会转弯呢 是有人在这个政策进行的当中 他看到有些石头挡在那里 自己想转弯 我们告诉他不要转弯 应该是政策还是照正确的路走才对 一个政府的组织机构这么大 我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细节 任何一个环节 通通每天都没有错 可是办得到吗 吴敦毅心上活线灭火 毕竟这一周从教育部禁止师生练 不准六岁以下儿童补习到梦想家烧钱2.1亿 对比农委会取消学童先如补助 再再被炮轰 石生练被说管太多 教育部两天紧急澄清 不准六岁童补习 隔两天政策再度大转弯 至于被说最伤选情的 取消弱势学童东如补助 农委会更是好几度出面否认 国庆音乐剧被骂烧钱 甚至人自行一送检掉 就判风波到此为止 政府部门接连出包传出吴敦义气炸了 没有那么严重 报纸上灯说气死了 怎么会呢 他又没有在我旁边 他怎么知道 我只是告诉同仁说 你要跟他们讲 有些还没有报准的事 不要随便宣布 选战进入倒数关键 马政府主打正机牌 但负责防守的政府部门 却似乎没进入状况 蓝绿短兵交接 马正盈只怕还没得分 就先丢分 三连信用黄宝董 学问好 台北报道